想在手机上修图设计 但又觉得那些修图App功能太简单 现在有个好消息 Adobe总算把Photoshop移动版带到Android了 之前只有iOS能用 现在Android用户 也能试试这个专门为手机优化的修图神器了 这个手机版的Photoshop 不光能轻松裁图 修瑕疵 还加入了超厉害的AI生成式甜色 只要打断文字描述 比如加颗数或换个背景 就能自动搞定补图 加物件去背景 就算是手残档 也能做出专业水准的图 现在Android还在测试阶段 全部免费用 赶紧下来看看到底有多牛 先来演示一个最简单的 在手机版的Photoshop中 将多个图像合并 今天的演示 我们都直接从Adobe Stock下载图片 你也可以使用自己拍摄的照片 先下载一张金鱼的图片 接着添加一张海洋的图片 把两张图片的图层更换一下 调整图片大小到合适位置 选择裁剪工具 将多余的边界剪掉 点击上方的分享按钮 可以直接保存为PNG格式 也可以直接将做好的图片 共享给身边的好友 点击高级导出 这里除了可以保存 PNG JPEG 还可以保存为 Photoshop的原格式 PSD 也就是在电脑上 可以直接通过 Photoshop编辑的格式 这里以PNG格式进行保存 接着我们来玩点高级的 搜索一张图片 听音乐的人 点击选区工具 下方会有一些工具 这些工具看上去很熟悉 就像PC版的Photoshop 快速选择画笔 套锁 对象选择 矩形 椭圆 模棒 画笔 这些工具 都可以根据个人需要进行选择 这次演示的是 更换图片的背景 手机端的Photoshop很智能 尤其是 对于一些比较简约的图片 可以自动识别图片的背景和主体 选择背景 确认选择 点击这个对勾 在下方有一个生成式填充 输入一个键变色 这里注意 现在这个功能是纯免费 不需要任何会员 只要安装了手机版的Photoshop 就可以免费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共有三个新的方案 根据自己的需要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案 真的不得不说 现在的人工智能真的非常强大 在Photoshop中 可以用生成填充 为图像添加任何能想象的元素 让我们用好玩的气泡 为一张图片增添些节日气氛 我们先在图中选择想要更改的部分 在工具栏的选择区域中选择套索工具 旷选出女士的左右侧区域 可以包括她的部分衣服 点击对勾确认选择区域 接着选择生成式填充图标 在文本提示区域输入漂浮的泡泡 支持中文 也支持英文 或其他你想尝试的内容进行实验 点击生成按钮 然后等待奇迹发生 您可以在画布上看到效果 或者通过选择下方缩图 找到您最喜欢的版本 在这里可以尝试不同的提示 或者通过点击更多 查看当前提示的更多不同版本填充 在Photoshop的生成式填充功能中 有无限的可能性 在Photoshop中替换背景式提升照片构图 或为照片添加创意风格的好方法 首先确保您的活动图层是正确的 然后点击下方工具栏中的选择区域 启用点选后 点击主体 然后点击对购以确认选择区域 接下来选择应用为蒙版 蒙版控制图层中区域的可见性 这种情况下 它会遮挡主体以外的所有内容 导入一个新背景 通过选择图层属性来重新排列图层堆栈 并将背景图层移动到底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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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区域的可见性